近日 在成都市青阳区医中医诊所内 68岁的马元朝认真为患者进行针灸治疗 这位头发花白 戴着圆框眼镜的中医针灸师 是一位归国华侨 曾在日本开设中医针灸诊所长达22年 上世纪80年代末 从重庆医科大学毕业后 马元朝前往日本继续深造 了解到中医在日本很受欢迎后 他于1993年在神纳川开设了一家中医针灸诊所 马元朝回忆 中医针灸在日本社会颇受欢迎 也让中医在日本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经过日本中医师改良的电针仪 针具 给患者带来更好的治疗体验 从我来看来说 日本人对中国的针灸和中医的这种认识 是非常认可的 日本人他们如果是寻找一个针灸医生 或者是想去治疗的时候 他们就要寻找一个中国人 他认为中国人的话才是真正的能够权益 这个中医的这种理念吧 马元朝在日本待了近30年 他时常与国内中医界交流 再结合自己的实践 进一步将中医针灸在日本发扬光大 以前我从日本探亲回国的时候 中药大学的还有其他一些很好的针灸医生 我抽出时间来向他们进行学习 甚至有这些学习才成就了我现在的技术 今年39岁的中医师杨阳 是马元朝的合作伙伴 也是学生 有着十年从医经验的杨阳说 看到马元朝的针灸技术后 自己大开眼界 马老师对细节要求很高 就连检查学习成果的方式都很特别 本想落叶归根安享晚年的马元朝 依然放不下对针灸的热爱 回国后他决心在成都开一家中医针灸诊所 继续发光发热 从2020年诊所开业至今 有不少中医学生以及针灸爱好者前来请教 马元朝都悉心指导 耐心解答 马元朝告诉记者 只要有人愿意来学习针灸 他来者不拒 我们中国医学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宝库 这个东西呢是要需要它的挖掘和发扬光大 通过这多少年的这种积累吧 取得了一些经验 愿意来共同发扬光大的话 我是愿意和大家共同谈讨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